第1539集 霸王餐 须知楚玉做两辈子吃饭 早就练出来了 至于猫老师嘛 可别忘了 猫老师那可是喵族人 鱼正是猫之所爱 九重天是如此 九重天雀也是如此 要是猫老师不会吃鱼 那才是真正的奇怪了 这两个人 有如饿死鬼投胎一般的恐怖吃相 片刻光景就引起了 整个酒楼所有顾客的关注 只见两人面前的空盘子 慢慢的剑刺累高 让人叹为观止 这俩人啊还真是绝了 这样的吃货 一桌上能有一个 别人已经倒足了胃口 没想到这个桌上 俩人都这样 终于 终于是酒足饭饱了 楚玉座很文雅的拿起一份餐巾 擦了擦嘴 随后又拿起一根牙签 很是有风度的提牙 对面猫老师翘着二郎腿 这回吃得实在太舒服了 导致有点撑 猫老师有一种强烈的四脚朝天 揉肚子的冲动 猫老师简直觉得 自己的前半辈子白活了 这才叫享受吗 这才是有钱人的生活 这才叫吃饭 这才是境界啊 正在心中感叹 只见对面的楚洋 懒洋洋的问自己 吃完了 为了下一顿美食 猫老师羡慰地笑了笑 吃完了 吃好了 吃好了 吃饱没有 嗯 吃得饱饱的 太饱了 既然吃完了 吃好了 还吃饱了 那你就去结账吧 楚洋很有风范的一挥手 喵 不怪猫老师震惊 猫老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话 我结账 尖尖的猫耳朵扑冷冷抖了两下 猫老师颤唯唯地低声说 我结账 刻意地压低声音 这太丢人了 难道还是我结账啊 楚洋翻起白眼 看着猫老师 娘的 老子救了你的小命 还带你出了重围 你连顿饭都不请老子吃 楚洋也是刻意地压低声音 妈 老子第一次施恩忘报 施恩图报 虽然有点丢人吧 可这事操理不操啊 你咋不结账呢 猫老师悲愤地问道 本猫一直都以为是你请客的 难道说吃了半天 其实最后给钱的是我自己 我给钱也行啊 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我没钱付账啊 我 哎 你琢磨啥呢 你就说你结不结账吧 你好意思让你的救命恩人请客 我想结 可是我没钱呢 你想结不就得了吗 啊 你没钱 楚洋一下子震惊地坐直身子 两个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头射出来 猫老师差点哭了 我要有钱还要跟你废话呀 真没钱呢 要不这顿还是算我的 请你先垫上 等我有钱了 双倍请回你就是 完了 楚洋木然地坐下 一顿饭算什么呀 我垫上有什么呀 可是 可问题我刚刚上来 我也没钱呢 你也没钱 我得个妙啊 我得个妙 猫老师正住 接着就彻底傻了 没钱你怎么还点这么一大桌子 你妈的 你小声点 妙的 你想让咱们俩被扣在这儿啊 楚洋眼睛一瞪 可真丢死人了 猫老师的两眼之中 泪水汪汪 简直快要哭出来了 想不到 本猫教书育人一辈子 今天居然要堕落到吃霸王餐的地步 怎么办呢 两人心中同时浮现出了这三个字 彼此面面相去 一时无语 这两个人来到酒楼 为了表示豪气 还专门选了最中间的一张桌子 此刻背叛狼藉 尽是一片混乱 正常情况下 敢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的 那都是要面子的人 当然 也就绝对不存在 会付不起账的情况 你会让自己最丢脸的时候 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吗 那自然是能有多么角落 就有多么角落呀 那些真正吃霸王餐的 都会选择一些相对不起眼的地方 起码跑单的时候有利一点 还有就是 店家对吃霸王餐这回事 最是深恶痛绝 你选择在显眼的地方搞事 无疑就是加倍的开罪店家吗 等一下被修理的更加凄惨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CNW.CXB8.com 可这俩人不一样 这俩人啊 一个个雄资英发 一个个气度豪迈 更是一开始就认定对方是大款 都是吃得理直气壮 胸怀坦荡啊 这种人一看就是大好渴 怎么会吃霸王餐呢 所以大家根本没往这方面去想 哪想到 这两人打的是一样的主意 不就请一顿饭吗 太小意思了 尽管开怀吃尽量吃 反正有人给钱结账啊 所以一上来就占据了这张桌子 这个举动自然而然引起了 无数赞叹的声音 以及羡慕的目光 哎 你看人家 两个人有本钱坐最中间的桌子 接下来是一个点菜的举动 更加引来周围人一连串的羡慕嫉妒恨 你妈呀 这俩混蛋还不是那种普通的幼钱人呢 一桌子居然全都点最顶级的货色呀 简直是拿钱不挡钱 你吃得万吗 再接下来 菜上来了 两人展现出最最恐怖的吃货真面目 别人震撼之余 别人震撼之余 早就是瞠目结舌 窃窃私语 实在没见过 有钱人会这么吃饭的 他妙的 就算从大街上拉了一个乞丐 也不止于这么吃吧 他奶奶的 真不愧是有钱人哪 吃东西就是街上 你没看着吗 他们吃过的盘子 简直都不用清洁 光可见人哪 到了这会儿 吃完了饭 两人撑饱了肚子之后 就看到那俩人貌似说了几句话 然后就开始彼此瞪眼 一个在提牙 另一个愣了一会儿之后 也在提牙 但是直到现在 始终没有人怀疑 这俩人其实没钱结账 没钱你还敢穿得那么光鲜 那么衣冠楚楚的跑到酒楼中最好的位置来丢人来 就算是最最二皮脸 最最厚脸皮的人 也万万做不出这种事情 可在场任何人都没想到 这实实在在 这俩人还真就是没钱 两个空心大老官啊 虽然事出有因 彼此都很笃定的认为对方一定有钱结账 可以安心享受这顿美食 才导致这最最尴尬的场面出现 但是两个人偏偏都没钱结账 现在两个人都是一边提牙 一边小声聊天 聊得那叫一个兴高采烈 实际上两人都在心里头挖工心思的想办法 你妈呀 这可咋办呀 真正是要了命了 为了表示一切正常 饭局还在进行之中 楚阳甚至还招招手 又要了一壶上好的香鸣 骂他 左右欠一百也是丢人 欠一万不过还是丢人 干脆丢个彻底吧 哈哈哈哈 楚阳突兀的发出一阵嘹亮的长笑 引得众人纷纷注目 这货咋笑这么开心呢 毛老师更是打了个哆嗦 哥们 你是我亲哥还不行吗 没钱您就别笑得这么嚣张了 非逼得人家店家 等会儿往死里收拾咱们呀 我说老伙计啊 你欠我那一万紫霞币 怎么的也该还了吧 虽然现在欠债的事大爷 但今天我可是又请你吃这么一大顿啊 这笔钱你都欠了我足足五年了 我当初为了能够凑够这笔钱给你 可是连房子都抵押了 你要是再不还 我就只能住到你家去 难道你真的要眼睁睁的看着我 露宿街头啊 这全无征兆 没头没脑的一席话 让猫腻腻一下子愣住了 单纯的猫老师只觉得脑袋里头一阵眩晕 你说啥呢 你糊涂了吧 我啥时候借过你的钱呢 哪有的事啊 你说什么 楚阳一瞪眼一拍桌子 时至今日难道你还想赖账不成啊 当日种种犹在昨日 你跟我说没有这事 猫腻腻冤枉万壮的叫着 这大庭广众的 拜托你小点声啊 我真没借你钱呢 五年前咱们哪认识啊 我是今天才认识你 你说这啥话呀 楚阳大叫一声 痛不欲生 苍天哪 他地呀 你们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吗 借了我一万紫霞臂呀 一万紫霞臂 现在一脸无辜的说没借 你也知道是大庭广众啊 你还让我小声点 啊 你还想要脸面呢 你 你还是个人吗你 你说你今天才认识我 不错 不错不错 我当真是今天才认识你 我今天才真正认识你 往昔我那都是瞎了眼睛啊 要不怎么会把一生的积蓄 都借给你了 猫逆逆又是郁闷又是丢脸 却以为是楚阳因为当前的困境 神志不清了 兄弟 你别发疯了 咱们还是想想办法 是在人为 钱是小事 身体才最重要啊 楚阳猙獰的瞪着眼睛 小事 你说这么多钱是小事 老逆 你呀的今天就给我句痛快话 你到底还还是不还 毛老师委屈到极点瞪着眼睛 我没借呀 你让我还什么呀 你别这样 你这是咋的了 真磨着了 混蛋 你要是不还钱 我左右也是没活路了 今天 我干脆就将这条命 以并送给你 谁让我当初瞎了眼呢 突然间 苍狼一声脆响 不知道楚阳从哪抽出一把 足有五指长的大刀来 零分五的笔直 一刀闪亮 向着毛妮妮 劈将下来 无耻之徒 欠债不还 我今天宰了你 楚阳的表情 又是委屈 又是失望 又是愤怒 当真是逼真极了 刷 长刀闪亮 又急又快 毛妮妮 极度的恶然之下 急忙闪身躲过 喷的一声 楚阳一脚踩上了桌子 你说 我有没有救了你的性命 我有没有救你出重围 我有没有请你吃大餐 我还倾家荡产借给你一万紫霞币 你给我说 你说呀 毛妮妮文言一愣 你是救过我的命 还救我出重围 请我吃过大餐 可你真没借过我钱呢 楚阳满脸通红 貌似一分天鹰的怒吓 原来以往种种你都记得 你就是不记得借过我钱 好好 你现在说没借 我让你没借 我让你没借 一边说 一边举刀狂批 说到这儿 酒楼上的人 基本已经全都明白 原来如此 所有的是非取直 一干事实实在是太明显了 怪不得这位哥们如此悲愤 换作我 我也悲愤啊 不 得比他更悲愤 救了你好几次命 还倾家荡产 借给你一大笔巨款 现在估计是真没法了 想要跟你要账 还要请你吃这么一顿好的 你吃了喝了 一抹嘴 来句 我没借钱 啊 你赖账也行啊 单看他们俩的交情 不说过命也差不多 人家救了你多少次了 你居然能好意思说出 今天才认识这种话来 那也忒伤人了 哥谁谁不疯啊 换成我呀 我也疯了 一时间 这酒楼之上 无数鄙夷的目光 全都聚集到了猫腻腻身上 第1539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 收听 我们的证券 词 我们的证券